對,那弓兵那邊操作很好 其實關鍵行程是弓兵那邊包住異化蟲 導致異化蟲後續其實比較難繼續做一個殺手 那那邊AK的操作沒有持續做一個拉扯的動作 是比較可惜的包住 那後面其實久天沒賺到 回來那邊的防守出兩隻後蟲 其實也是很關鍵的一個地方 那後面那個反打出毒爆 是比對方來得早就取得優勢了 好,第二回合的比賽 耀約太陽神是要仁皇而軟球 Ball,詹鎮宇選手 對上的是懷斯拜德的Nifee Ball的戰績是26勝2的4敗 5x2的勝率 他對戰Nifee是神族 我們現在要看的是VSP的那一籃 有過25場的比賽了 5x6的勝率 對戰Nifee是3勝4敗 那Nifee30勝28敗 5x17的勝率 對戰人類看T那一籃 VSP 6x92的勝率 那其實這兩位選手在上個禮拜 就有交手過 同時交手的地圖 跟今天一模一樣 在夏庫拉斯高原 對,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 這7點鐘方向 是我們耀替太陽神的人皇環球 Ball 藍色,藍色的人類 再來到1點鐘方向 那這是我們華麗斯拜德的Nifee 紅色,紅色的神族 對,在夏庫拉斯高原 在夏庫拉斯高原 是有5勝4敗 那Nifee是4勝3敗 都有超過5成的勝率 在近況的部分 Ball上個禮拜 他就在夏庫拉斯高原 贏了Nifee 才終止了之前的2連半 而至於Nifee 則是最近吞了一個2連半 輸給了台灣城王Sam 以及上個禮拜 後來輸給了Ball 那這個Saube 應該都還記得吧 上個禮拜 軟球怎麼在這邊贏Nifee的呢 對,軟球其實最近打法 比之前來得更活 他上了之後是常用2框開 結果後面是轉女妖 算是一個初期不利的打法 給Nifee算是成功 Sau到Nifee 對,那後面就是取得優勢之後 我們打回來就獲勝 喔,2框然後出女妖 對 那其實那時候的Sau 是做得做得相當不錯 跟他以往的打法其實是有落差的 嗯哼 那Nifee也是感覺 也是就是 算是真的是出其不意的被 被引到 被錶到 對 不過Nifee在整個下半季 前面打得並不是說很理想 有沒有 對 我最近有稍微一點點回穩 不過這兩次 目前突然一個2連半 遇到Sam 上個禮拜又輸給了Paul 那華爾斯拜德前面有提到過 他們目前2連半 他們隊史最長才3連半 因為 你如果去回顧其他隊 當然有一隊已經是消失了 叫桃園噴射擊 對 他們在奠基四年最長才2連半 這是最少連半的聯盟紀錄 那像 要衛太陽神 之前拖了一個8連半 橘子熊還有9連半過 那聯盟紀錄是樂生鋼鐵人的10連半 你看8、9、10連半都有 反而是華爾現在是最 現存隊伍最短的連半才3連半 就是去年開季吞3連半之後 他們就再也沒有吞過3連半 對 這個隊伍 特別是在電紀5年 本季加了NIFI之後 更是最長才2連半 目前又面臨了一個2連半 這邊 太空工程車來看一看 來到對方家來 先去跟他晃一下 機械控制核心也看到了 對 兩邊其實都看到對方家中 那BO家裡面是一個丹碧銀開礦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一下 後面有沒有要出什麼 因為丹碧銀開礦跟上週是一樣的 對 那只是後續的後手的部分 看有沒有什麼一個狀況這樣 NIFI裡面在叫 跟上個禮拜一樣 現在NIFI心裡會不會毛毛的 對 那NIFI應該也會選擇 他自己比較長就是丹碧銀開礦 對方丹碧銀開礦 對 那後面的話 家裡面可能就會 比較小心一下 在中間交匯了 搶地板 對 不是找搶電線桿的尿尿 對 搶電線桿 好 這個繞兄弟 對 有人來啊 追獵來了 這邊也繞兄弟 不過這兄弟是往下面走 對 繞過去 好 三隻機槍兵 對 從下面繞過來 對 這等於抓一個時間差 因為知道你追獵出門 那我機槍兵就繞你家 不過我看到了 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欸欸欸 你進過來 對 那現在 好險這個 軟球BO的機槍兵喔 沒有跟我的機槍兵 有那種天然呆屬性 然後又走過去 完全不理 完全忽略 喔 現在這個機槍兵 想要殺工兵 不過應該是殺不到 好 水要倒進去 有看到二礦 那三隻機槍兵就這樣犧牲掉了 喔 殺了一隻 對 探測機 天然呆屬性 不過今天呢 雖然 今天4月21號 禮拜六啊 前面中華職棒 結束時間比較晚 對 所以我們的這個 現場直播的時間 也比較晚 但是呢 一樣喔 照推 如果在11點25分之前 比賽結束的話 So Bay就會 會有表演賽 11點25分 不過這個 這兩位選手 現在都是打營運的啦 對 所以 所以 難怪So Bay一開始 我跟他說 11點25分 他一點也都不擔心 他 因為他覺得 今天應該是會 戰個血流成河 應該是會 非常非常精彩 激烈的 對 那這個 二礦開那 Full那邊好像採用 上週的那個戰術 一樣是女妖 對 採用一樣的戰術 跟上一模一樣 雙兵零 對 星際崗 好 那這個 中間戰具 遼望台 就是Nifid 觀察者來了 這次很早就來了 對 就是好好給他看個仔細 對 女妖都還沒出來 我的觀察者 已經是往前飛囉 對 對 這個科技盤測速度 非常非常快 欸 好像被看到了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啊 趕快 小眼睛觀察者出來看一下 這邊又是女妖 對 這邊選擇的是 不是喔 不是選擇隱形的 對 他生了醫療挺的出死能量 這個是很少見的喔 就是小護士會更多 沖血能力更強的 對 會沖更久 對 對 功能 對 那這邊放下了三礦 Paul這場打得非常非常偷 對 上週Nifid就是實在太偷 對 那這一場Paul可能就想說 對方可能會打很偷 那我自己其實 上週是比較前壓的一個打法 欸 這 軟球啊 藍色人類這邊 那是11點鐘方向左右 對 開礦了 對 那邊開礦 對 三礦 三礦方向 所以就是有點偷的打法 欸 開得比較遠 欸 這個 那個又取消了 升級的那個 醫療體能量又取消 他應該只是故意升級給對方看 然後對方以為他在升級隱形女妖 然後後來又把他取消 因為我們在升級的時候 會看到那個小圖 會看到那個東西在動 好 那現在這個飛起來 結果他是虛晃一招啊 對 那還是要女妖嗎 還是要隱形女妖 對 女妖還是有一隻 但是沒有升級隱形 沒有隱形 反而是這邊軟球啊 空頭部隊出門了 女妖在這邊 下面水裡面有一個古代的恐龍 龍魚在那邊游泳 對 你比這邊 家裡面補了大量的一個兵營 現在 鑿除巨象 直接你就鎖 紅 對 你不是女妖是要過來的嗎 不是 這邊地面部隊 對 但是部隊並不多 這個數量並不多 要給對方壓力 可能只是正面推進 然後配合一個空頭 空頭 對 還有這個棒 對方在傳兵 趕快站起來 對 這個錢壓有點凶喔 而且在旁邊偷礦的一個情況之下 尼比不一定知道 尼比應該是不知道啦 因為那個位置其實算是 這個算是 那個地方我們叫偷礦 就是我們在旁邊偷開一個礦區 對 那個 偷礦專用區 對 偷偷的開了一個地方 軟球到底是葫蘆裡賣什麼藥啊 部隊到中間 然後又回撤 又回撤 對 他這個一直給對方壓力 就是讓對方覺得 我是一直要壓你 一直要壓你 因為上週其實他就是直接壓死對手 所以那邊這一場他就選擇 一個心理戰 就是他搶了11點的礦區 他一次照樣到你有一個錯覺 就是我就是要壓你 我就壓你 我來囉 我來囉 一直來 但是其實他家裡面是已經開礦 所以其實他並不會硬式去打 因為硬式去打 反而很容易 那這樣子心理上面給予這個Nephi 擔心受怕 對 活得七七黃黃的 也讓Nephi不敢開單礦嗎 對 Nephi現在不敢開礦 對 Nephi現在這個狀況 他其實是比較不太敢 貿然開礦 他家裡面又在升寬式的衝鋒 又在升巨像 那這樣子的話 再不開礦 給他經濟如果開礦 對 因為苗頭不太對 對方真的好像根本沒有要來 對 我們看到收入其實是有落差的 我這張工兵的數量也是 Bull這邊是比較多的 Nephi這邊把資源 錢 趕快去升一些部隊出來 怕人家打過來 剛剛真的給的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空頭的同時 正面部隊壓到中間 那通常看到你有坦克有女妖 心中就會不自覺的一驚 想說趕快補兵 可能是那種什麼雙框一波那種戰術 那現在Nephi下的三框 軟球覺得時機成熟了嗎 他的大部隊又在那邊晃過來晃過去 對 在中間晃 應該是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前壓打死對手的時候 所以軟球還在積蓄他的能量 積蓄能力 這邊有一個空頭 走邊邊角角的路線過來了 對 那這邊的一個空頭 空頭下來了 兩個空頭還在蓋 還沒好 你這邊沒有人過來救啊 對 有升狂安寺 但是這個一次升個一隻兩隻狂安寺 要救是沒有用的 通常我們要救一個地方 一次就要刷出五六隻的狂安寺才有救 好 空頭喔 軟球也沒有把人再載起來喔 對 守住喔 那來到接下來我們看 11點鐘的礦需被發現果斷載起來 4點鐘好像有一個空頭喔 對 有 這邊有一個空頭 那現在這邊的話 這是一個雙線的一個空頭 這邊先鐵衣療體這個非常非常聰明 而軟球這邊是也有去救他的山礦 對 大家開礦都會發現了 好 都在著火當中 不過這樣子一來一往下去 因為布已經開礦開很久 自己經濟真的是比較好的 現在這個部隊壓出門了 Nifi家裡面人口差40 對 169對 130了 然後軟球的這個主力部隊現在出門 Nifi 合了 Nifi 對 指證官來了 坦克架起來 先把坦克掃掉喔 而且這些巨象緊接敗隊 因為受到圍巾戰機的攻擊 對 圍巾戰機只要轟我們的追列數量 部隊的數量並不太足夠的 那現在到了上斜坡 對 就是巨象 不過指證官有… 有沒有三個 現在有兩個 哇 這個圍巾降下來 你看到外面打這個會戰 感覺是… 有變形金剛啦 現在圍巾又走的 對 而且坦克現在我們沒有辦法 在剛剛的會戰當中把坦克解決掉喔 那現在坦克架起來就會很困擾 就會非常非常令人煩惱喔 那現在人口數比的差越多 對 軟球球可能有機會喔 連兩個禮拜都擊敗了你去的 我已經被這邊帶出 狂戰士這一波擋住 對 先來先撐住 但是後續又來 我們看到人口其實已經差到60了 對 掠奪者喔 胖胖又不斷的不過來 對 要趕快再刷冰 那現在… 趕快要來救… 三況喔 對 真的要來救三況 這三況被打掉基本上就… 你最穩死了 這就要最後死撐 那我們利用一個斜坡拉上來 然後這個手槍 後路的機能超出來是非常非常好的喔 這邊部隊又來了 巨像又再生了一隻出來 巨像又出來了 但是三況這邊 我已經… 唉唷 這圍巨那邊表示我… 我打不太到你 好 不過 這邊還是有部隊喔 是紫上二況嗎 好 馬上刷冰出來喔 那現在對於… 尼比來講最痛苦的就是… 哇…這一個… 巨像白白的要送掉了 對…一直被打屁股 對… 他剛剛有發出最後一個… 雷射光束的瞬間就爆了 那現在這一個… 二況… 手槍要把二況打掉了 對… 尼比二況爆了 雖然救了三況… 但是二況被… 直接捅過去 對… 對 現在是… 真的是救了一邊 很難救第二邊啦 嗯 這個再做一個操作喔 那團是… 四況 五況 這個PO現在是開況 好不手軟喔 又有優勢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尼比現在 往手就爆了 對… 手尾不能相連啦 二況中間被打掉喔 對 那三況現在也是… 然後被打掉了 三況之後也不保 應該是不保了喔 那這邊二況三況連掉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 沒有辦法了喔 我們拉出了工兵 還有一隻巨像 不過這個巨像沒有同伴的保護 哇 現在尼比只剩下… 老家 尼比現在只剩下老家 而且… 主…主況是已經… 是已經沒了 只剩下三個… 那現在直接來了 拿到樓下了 拿到樓下了 應該扣轉喔 不過軟球還算是… 沒有可能太敗人品了 就是… 圍巾戰機也降下來打了 這樣就太… 也要降下來了 降下來了 對 因為沒有… 沒有巨像 它也沒有風用了 哇 叫尼比打出了巨子 是… 軟球暴啊 幫助邀遙太陽神搬回了一分 目前雙方1比1 戰場名手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也是知道了 fam… 再既然做下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